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确切地说 It's really a disaster 这一次全球的疫情的控制 不取决于控制的最好的国家 也不取决于控制的最早的国家 而是取决于控制的最差的国家 张老师过去四个月 一共积累了50万个病例 但在过去一周当中就达到了100万 这对地球上的人群意味着什么 特别是在今后几周和几个月当中 Professor John 这个指数级的上升带来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结果 你已经看到了 各个国家都比疫情更为积极 比如说新加坡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意大利 比如说德国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这些国家事实上它的医疗资源 相对比较丰富 其实我最怕的是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印度 还有看到非洲 开始出现病例 只有当印度和非洲出现更大的流行 大量的病例会增加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确切地说 It's really a disaster 所以我们认为 这事情现在到今天为止 是非常严重 我们必须全世界 发达国家 美国 欧盟 中国 我们这些国家 疫情控制的好的也好 没有好的也好 都要开始迅速地团结起来 去帮助医疗资源 不充足的这些国家 一起来抗疫 所以今天100万这个数据事实上只是告诉我们 我们得赶快地团结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 就像我此前已经讲过的 这一次全球的疫情的控制 不取决于控制的最好的国家 也不取决于控制的最早的国家 而是取决于控制的最差的国家 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国家 没有控制好 我们不是说要把这个国家给lock 而是要帮助它一起把疫情给控制住 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疫情没有控制住 想经历这个病毒的性质 它就会向全世界蔓延 所以今天中国取得了第一阶段的一个胜利 我们不会就此退出 我们中国和所有的其他亚洲的国家和地区 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持续存在的一个imported cases 我们按照昨天美国著名的病毒学家 David Hood的说法 这一场疫情后面是wave after wave 就是一波又一波 所以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那么这么长的一个持久战略过程当中 我们的取决最后的胜利的时间 其实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而在于世界上最后一个国家 什么时候被疫情被控制 时间取决于全世界 什么时候完全控制疫情